李文正與古木哈舅兩位台南市議員 協同閩南客家以及原住民族的母語老師召開記者會 向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爭取開放本土語言正式教師缺額 希望更多具有母語能力的教師進入校園 促進本土語言教育的推動 不管是原住民意、客意、代意 差不多二十多次 還有一台 107學年度全台六都中 台北市開出12名閩南語和2名原住民族語教師缺 高雄市也開了2名閩南語以及2名客語教師缺 反觀台南市一個名額也沒開缺 因此母語教師呼籲教育局為附贈本土教育開放名額 語言的推動 附贈 傳承 我相信 一連貫下來 我相信是很有意義 而且是很有實質來幫助 這次是有法院議員 所以有法院議序的話 制度化應該不難 那母語教師開缺 所以這個很重要 不要還是在剛才我講的打贏幾次 我們現在要求的只是維持一個母火而已 母火 母火當然是最卑微的 但是母火也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是命根 這是文化存在的命根 針對記者會訴求 台南市教育局以書面回應 目前本土語課程 已有將近五成正式教師授課 暑期期間也都開設本土語認證加強班 至於是否開缺拼任本土語言正式教師 教育局表示系數學校全責 將有各學校評估現有失資及課程需求而定 原始新聞霸浪 台南市長文報道